主料,绿豆400克,五香粉340克,主料,糖180克,黄油30克,肉泥300克,料酒3大匙,生抽3大匙,洋葱末2大匙,烘葱酥2大匙, 1-240克,鸡油100克,高粉100克,糖粉80克,水150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-2小时,用餐人数1-2人,绿豆溶,绿豆冲一下水,然后加入水浸泡过夜,次浴是水分情况调整加水到超过涨发的绿豆半寸高度,入蒸锅把绿豆蒸熟,加入糖和黄油充分保匀, 然后,如果觉得太湿,就微拨几分钟收干水分备用,这里不用煮的方式,是因为水太少,会浇水分多炒干会很辛苦,用定制的就好很多,洋葱就造,炒锅放二大匙素油,中火慢慢爆香洋葱末,加入肉泥炒豆肉泥,盛出色喷入料酒,加入红葱酥炒匀后,加入生抽和母香粉,炒至质感入味即可, 用绿豆蓉把洋葱肉泥炒包起来,就是我们要用到的绿豆碰的馅了,馅的大小如银糖球那么大,我用25克绿豆蓉包,一小匙肉泥,油酥,如果有面包机就像我一样,把水放进去后其他材料通通下去,用甜面包的大,搅拌20分钟后,停机,再开一次搅拌20分钟就好了, 如果用手工,那就把面粉糖分混合后,加水和油合成面团后,用绿绒粗包面团光滑即可,我当然推荐用面包机,面团出来后点染性特别好,包着绿豆粕,分别把油酥和油皮,都分成30等份备用,然后取一块油皮,轻轻擀开,包入油酥,收口朝下,放在烤盘纸上,或者刷了油的案板上, 盖上保鲜膜,浸20分钟,依次从第一个油酥油皮团开始做,收口朝上,朝上推杆一次,朝下推杆一次成长长的,椭圆形面皮,动作一定要轻柔,一定不要让油酥破皮而出,不然就算失败的,把椭圆形饼胚,捲起来,盖上保鲜膜静置20分钟,到这里完成第一次盖卷,还是从第一个做好的饼胚卷开始, 取一个卷,竖放,朝上一次催擀,朝下一次催擀,再卷起来,盖上保鲜膜静置20分钟,不要擀得太长,只要能够卷起来就可以,如妥所事,有三层卷刺就行了,完成第二次盖卷,一次用最先完成第二次盖卷的开始,取一个卷子,把所有接缝处都捏合到中央,稍稍擀薄成圆饼形状,包入线球, 收口朝下,用圆形饼干模子整理形状,稍微压一下,搓出,用筷子点红食用色素,完成,这里如果没有圆形模子,可以省略这个步骤,尽量把包好的饼胚搓圆一些,压一下就可以了,没有红色素或者不想用的,可以用淡黄叶刷表面,撒上熟白芝麻黑芝麻都可以,烹饪技巧, 一,这块点心的难处,在油皮包油酥后的两次盖卷过程,要轻巧的推着擀,不然会破皮 二,每次盖卷后,一定要盖保鲜膜净致,以防止面皮干裂,净致松弛足够面皮才有延感性,更容易轻巧的盖卷 三,用素油替代机油黄油,就绝对出不来松松的口感,不赞成替代 四,绿豆蓉的甜度是最低配置,不建议改变绿豆蓉和洋葱肉脏的调味比例 五,洋葱就早可以用现成的肉松鱼松替代,过途中刷蛋黄叶草白芝麻的成品,就是用的肉松馅,也很美味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